现在我让小爷打我一下 看到了吗 小爷瞬间就变成了一头猪 好了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阿杨默的白宝箱 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一款收集吧 还是四种恶趣味十足的道具 没错 那位作者又更新了 这回可能会更有意思 话说我这出生点是在各种地形的交叉处 后面是竹林 和雨林 另外一边是沙漠 好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来看第一把武器 所需要的材料分别是 鲑鱼 TNT 红石和两个平花石银块 然后一把鱼枪就制作完成了 和之前那把曲棋枪 有一曲同工之妙 因为就是同一个作者做的 但是这次鱼枪看上去更大了 科技感也更强了 拿在手上也是排面十足 结构还是和曲棋枪一样 上部分是一条 这个叫什么鱼来着 我忘了 反正是一条鱼 打出去的子弹是会爆炸的 同时会炸出非常多的鱼 这也是它的特点 来看看它的伤害如何 我还记得之前的曲棋枪跟刮沙一样 打猪都需要两枪 但是我感觉 这次的鱼枪的伤害肯定变高了 因为爆炸的范围都变大了 而且还能把石头给炸掉 我往水里面打几发 这些鱼儿还能在水里面游一会儿 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总体来说吧 伤害提升了不少 打铁亏类也不用很长时间 接着来看第二样道具 只需要五块猪排就能制作出来 是一顶猪猪帽子 戴在头上就是这个样子 感觉还挺可爱的 非常适合我 最好玩的是 戴上它走路 还能发出猪叫 接下来我们有请工具人小月登场 看到了吧 小月瞬间就变成了一头猪 没错 戴上这顶帽子后 其他玩家攻击你 它就会变成一头猪 就非常的离谱 现在地图上有两头猪了 好家伙 这头猪还飞起来了 那么现在小月戴上了帽子 我来打它一下 然后我瞬间就变成了一头猪 就连血量也变成了3D 完全是一头货真价实的猪了 根本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只能任人宰割 哎呀呀 救命啊 小月打人了 接下来是第三个道具 需要两个下界核心地 和一个灵魂营火 一把灵魂法杖制作完成了 这个法杖可非常厉害 能随意控制敌人 接着呢 让工具人小月来示范一下 右键就能把敌人控制住了 此时 对方无法逃脱 也无法攻击到你 只能任人摆布 可以把敌人放进方块 受到窒息伤害 有了这个法杖啊 你就是无敌的存在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道具了 现在我们在游戏中 打这些绿色的草 是会掉落西红柿种子的 我这里呢 用骨粉让它快速生长 然后就可以拿到新婚式了 按右键就能把它扔出去 之后 机上就会留下红色的番茄酱 整个方块都会变成红色 总的来说呢 这款设计包比之前更有意思了 其中的猪头帽子连击玩会更有意思 那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记得多多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